在峨眉山脚下雾气缭绕的清晨 不仅山景如画 还有一群特别的人群在这里聚集 他们是来自峨眉派的女子功夫团 一把剑一把扇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一盏红伞出拳迅速 眼神凌厉纵略天地间 一时间让人分不清是在现实 还是在武侠小说的江湖中 这是由峨眉武术飞夷传承人凌云 与八名凌鸣后武术爱好者组成的 峨眉派女子功夫团 团队的领头人是文明侠尔的大师姐凌云 1998年出生于四川雅安的她 从四岁开始学习武术 至今已有22年的练武经验 2023年3月 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前 凌云配合着古争曲目 刀剑如梦的表演视频 被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官方推特账号转发 迅速走红网络 让峨眉派这一名字 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不仅是一次展示 更是一场文化传承 每天黎明前的冥想 日复一日的基本功训练 峨眉派女子功夫团的日常训练中 可以看到她们如何通过一朝一世的训练 将古老武术的精髓 与现代女性的独立和坚韧相融合 凌云希望通过她和她的团队的努力 能够吸引更多的女性加入到武术行列 一起推动峨眉武术的现代发展 峨眉派女子功夫团 不仅在内地舞台上受到瞩目 她们也将目光投向国际 将精湛记忆和中华武术的深厚文化底蕴 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让世界看到中国女性的力量与美